我们是出生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的后代 我们也见证着现代中国几十年来光辉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历程 对我们科技工作者来讲这么好的一个时代 不想作为一个旁观者 而想成为一个亲历者来参与到祖国的这个建设堂 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化学实际上它有一个含义叫做化身万物学智无穷 就是化学实际上它是一个创造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学科 那个时候我们以前都穿棉的 后来穿的确粮 老师告诉我们的确粮实际上就是通过化学反应 从石油来的 这一些实际上都是我当时学化学的一个兴趣的事 后来我选择南京大学化学系 1999年本科毕业之后 就到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专业 毕业之后到了美国的加州大学和平分校 读了四年多的博士后 2010年我回到大连化学所 然后开始科研的工作 十几年回国之后的感受就是正当其实 恰逢其事我是真正的见证到了我们科技的发展 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条件是不够的 有的时候药品买不到 有的时候想做一个实验 它设备条件不允许 实际上我就在国外待了四年多 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们整个的硬件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一个沙特化学基础公司合作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总裁过来 他们说了一句话让我感触非常深 他说通过和大连化物所的合作 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的科技实力 12年开始到了科技处 同时也做一些科技管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从科技工作者到科技管理工作者 我们会比较能够真正的理解 科学工作者他的这种工作的方式 对科研工作者相关的 这样他们的诉求会更加的明确 更加的了解 那今天上半年 我们的科技创新这一块 也是可圈可点的 基础研究 0到1的突破 重大成果的产出 成果转化 到我们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壮大 包括了现在咱们的三个万亿级产业 石化 冶金 装备制造 省里面还确定了22个产业集群 在这个方面 我们实际上是一定要去发力的 以前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 国家所需辽宁所 现在是国家所需辽宁去做 不是我能做什么 而是说国家需要什么 我就要去做什么 这样的一个转变 当然要利用我们的长处 我们的第一艘的航母 舰载机和风洞 很多的大国重器 实际上都是诞生在咱们辽宁 他们在整个的材料产业 化工产业 防空防天防 实际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这个政府的角度上来讲 我想政府最重要的就是组织力 要把我们的科技的创新的力量和资源 能够集中力量 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公关工作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结识了很多来自台湾 在祖国大陆工作的科技工作者 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他们 在祖国大陆安居乐业 我的外婆在解放前 随着她家里的人过来在大陆工作 然后就嫁给了我的外公 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跟我外公外婆 一起长大的 所以在这块还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后来我在2011年 我就决定加入了台湾 两岸分割这么久之后 台湾当局它最近这么多年 这样的一个片面的宣传 实际上造成的特别是年轻以来的 台湾同胞 对大陆的这种误解和偏差 我们一直认为 你如果有机会来看一看 肯定能够感受到不一样 我们最近就一直在组织 针对台湾青年的活动 我们今年上半年 我们承办的一个叫做 两岸青年融合的交流营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两边的年轻人 和他这样的一些互动交流 能让大家互相更多的一些融洽 你干了一个喜欢的事情 那你就会干得比较投入比较长久 一代一代的科学工作 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祖国的强大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觉得在祖国才是 你真正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 用自己的科技成果 来为国家 为人民做出自己英勇的贡献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工作的 根本的追寻和要求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